你有没有想过老公出轨怎么办 而且是在你保养妥当 事业有成 并全心全意照顾家庭的时候 不久前 一部新翻韩剧刷爆各个网站 首播就破了收视纪录 目前豆瓣评分高达8.3 女主善语是个事业有成的高知女性 拥有完美的生活 老公帅气 儿子孝顺 家庭美满 虽然已经四十好几 却保养得非常好 和老公年历的跟十几岁的小年轻一样 对此善语非常庆幸 当初自己嫁给了真爱 而不是比自己强大的男人 可惜这份庆幸只持续到了一个早晨 狂欢后 老公衣兜里掉出了一只樱桃色的口红 看着老公淡定的态度 和溺爱自己的座牌 善语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和闺蜜闲扯了几句就回到了医院 没从想 他在老公给他的围巾上 看到了一条增色长发 这根头发不是他的 是谁的长发 是常来看他的会长夫人的 还是新来的女秘书 或者是女闺蜜 一样的发色 一样的唇膏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可疑 明明五点下班的老公 却一直谎称七点下班 八点才回到家里 种种迹象 让善语觉得老公越发讨厌 曾经没被注意的缺点 现在都显得格外刺眼 吃饭巴鸡嘴 拉里拉他 坐视粗鲁无力 终于善语鼓起勇气 查看了老公的手机 可惜里面什么也没有 忽然一条信息传来 对方说 非常期待在美丽的夜晚 再次跟李社长相见 善语炸了 趁着夜色就跑到了约定的地点 结果发现 那不过是商家的一条寻常问候 第二天一早 他把自己的蠢事告诉了同事 顺带还倾诉了 那根头发带来的困惑 同事笑了 堂堂副院长 居然因为这么一件小事 怀疑丈夫 他说 你是不是太累了 神经过敏啊 善语想想觉得也是 喝了口咖啡也就放下了 但还是越想越难受 看诊也无法集中精神 于是他决心去跟踪老公看看 也断了自己的念想 让同事替自己请假以后 他交代闺蜜帮自己接孩子 然后自己溜到了老公办公室楼下 老公果真五点就下班了 他一脸甜蜜的到花店去买了熟鲜花 善语有点慌了 老公不会真出轨了吧 继续跟踪着老公的车 他们来到了一所 名叫家庭爱情的疗养院 原来不是什么小三 老公是来照顾病情恶化的婆婆 怕给忙碌的善语增添负担 所以一直没说 五点下班 却八点才回家的原因 是因为每天跑来疗养院 善语觉得非常内疚 明明是自己忽略了婆婆 却还怀疑了善解人意的老公 两人重归于好 善语暗暗决定 要加倍对老公和婆婆好 可这时护士却告诉善语 婆婆总是很想念儿子 过年以后 李社长一次也没来过 这时婆婆也敏锐地发现了端倪 李社长知道 瞒不了多久了 一丝恶念在他脑子闪过 一晚 老公深夜要出去应酬 对象是那位常来看善语的会长夫人 善语说 我陪你一起去吧 李社长很震惊 他没想到老婆居然认识这位会长夫人 打扮妥贴的善语高贵典雅 气场十足 对比之下 李社长显得特别窝囊 他卑躬屈膝也无法讨好的会长 善语三两下功夫 就和对方打成了一片 这下 两人的气场更加尴尬 这时善语发现 老公曾经带回家的红酒 居然是会长家专用的 曾经被无数人羡慕的生活底下 果真长满了狮子 善语一下有点无法接受 他对路过的女适应声喃喃道 我老公好像有别的女人了 我好怕是真的 适应声说 这有什么 抓到证据撵走就得了 对你这样成功的女人来说 不是很容易吗 善语说 婚姻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是堵住下完 就能甩手走人的游戏 这是堵上我的人生 还有我孩子人生的严肃的问题 适应声说 好失望啊 原来像医生这样成功的女人 跟我这样的人过得也差不多呢 这句话震惊了善语 他觉得 自己或许真的应该快到斩乱马了 回忆起这些天遭遇的种种 善语心里翻江倒海 他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两个人会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一夜思索以后 第二天一早 善语找来昨晚那位女适应 给了她一笔钱 拜托她帮忙跟踪出轨的丈夫 女适应不负众望 找到了证据 果然是那位会长夫人 接到消息的那一刻 善语正在取特意为老公定制的生日蛋糕 生活就爱这么讽刺善良的人 这一次善语没忍住 终于哭了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过得那么失败 接上儿子 来到老公生日party的现场 女士应提醒他 检查一下老公的后备箱 有东西藏在那里 在后备箱里 他找到了老公穿过的内裤 未开封的杜蕾斯 还有一台他不知道的神秘手机 让善语没有想到的是 解锁后赫然出现的 居然是会长夫人的女儿多景 不得不说男主太秀了 居然敢泡老婆朋友的女儿 果然无论多少岁 男人都无法抗拒二十多岁的妞 更让他头皮发麻的是 这次出轨所有人都知道 他的同事 闺蜜 朋友 他们和小三甚至一起外出玩过 只是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的 选择了背叛善语 丈夫出轨 朋友包庇 生日会上的欢声笑语 都成了一把把扎在善语心头的刀 他拿起了后备箱的一把手术� 背在身后 走向了老公 这重回热情了老婆 李社长安下了心 没想到转头善语就去了离婚事务所 转到他人名下的财产 抵押的房屋 他都要夺回来 他要这个狗贼男人 永远消失在他的世界 律所告诉善语 在准备好一切前 务必彻底骗过李社长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小三身边的眼线 老公兄弟的同情 职场所能掌控的人脉 善语装好弹药 开始反击 他先故意得罪了老公的金主 向他朋友老婆爆料 你的老公出轨了 还给你带了病 而后又以此为由头 引出了老公 安插在自己身边的队友 顺势向金主透露 你女儿有男朋友了 对 金主的女儿就是小三 李社长下的魂不守舍 面对装傻的间谍同事 善语问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和英国原版不同 这集开始 韩版女主虽多了很多顾虑和情感 听见老公在别的女人房里会难受 面对同龄人劝他忍耐会不愤 但对于离婚的选择却比原版强硬许多 这真是喜闻乐见 如他所料 李社长和小三开始撕逼 善语的眼线把一切拍了下来 但他还需要更多证据 比如亲热的片段 刚给李社长的秘书打上预防针 善语放在小三身边的线就断掉了 他被自己的男朋友揍了一顿 而后关了起来 对方说 给我一千万 不然我就把你跟踪老公的事公之于众 不得不说 这部剧里的男性角色都扎得可以 善语陷入了迷茫 老公的兄弟给他送来一份鲜花 老病患给善语递上了一张内存卡 内存卡中是老公积吻的片段 而且是儿子拍摄的 原来一直捉奸不成 是还有一个眼线漏掉了 另一项 女主的闺蜜发现小三怀孕 她对小三嘲讽道 就算善语知道了 又怎么可能乖乖退出呢 当然是看着你生下没有父亲的孩子 毁掉一生 更让人解气吧 夜晚家庭聚餐 席间遇上小三一家 善语一鼓作气 攒了个菊 邀请对方一起共进晚餐 席间正供小三对坐 毫不热闹 善语直白点道 即便是出轨 对方对男人来说 也不过是排泄的对象罢了 小三脸上立马挂不住了 这一局善语完胜 夜晚被打的现任女孩继续上线 致电给善语开始直播间谍现场 她对小三说 自己为了人生决定打掉宝宝 直播里更多男人的龌龊被暴露 承诺马上离婚 说妻子目中无人看不起她 婚姻根本没法维系 还说善语已经是枯萎的年龄 不再性感 自己只是偶尔履行义务 呵呵 善语反手一条信息 约出了老公的兄弟 本能女人也有 只是为了夫妻之间彼此尊重 不愉悦罢了 事后善语威胁老公的兄弟 把李社长的个人财务记录发给我 不然 我离婚之时 也是你离婚之日 知道了吗 我不能不能 啊 不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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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